非要精诚养 大笑不缺养 欢迎收看由宇宙养飞老字号 京都念慈安独家冠邻的脱口秀大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哎呀 行 你给他拉下去 我的天哪 今天观众特别有意思啊 特别有意思啊 特别爱喊黑幕 我这天 你们是名人之子看多了吧你们 哎呀呀 你们都行 特别有意思啊 对吧 你们是不是觉得绿队老赢不太公平 对吧 那你们还投他们队 对不对 你们喊什么黑幕 你们是投完绿队 黑幕 你们真行 对不对 我这看透你们了 而且有些观众 就这排这些观众特别有意思啊 而且讲 无论那个讲什么段子 失误了他也 好笑 好笑 哎呀 真行 好 你不要喊了 不要喊了 对 好啊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很开心 很开心 今天跟那个 欢迎宾老师冰冰在一队啊 之前上这节目之前呢 冰冰跟我联系啊 跟说池子 池子 那个 我上这边的节目行吗 我说行 没问题 他说 哎 我是主咖嘛 我说你这话说 你肯定是主咖呀 对不对 你是我们队最大的咖了 然后他说 哇 你们吐槽大会改版了 还分队啊 我说你就别问了 来就行了 来就行了 现在张现场很不开心啊 很不开心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也不要后悔嘛 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叫 人生没有撤回键 好 对 对 对 你就坐着吧 大家生活中肯定有很多后悔的事 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也很后悔 就是当初没有坚持我的音乐梦想 又是音乐梦想 如果我当初坚持我的音乐梦想 也可能像霍远斌老师一样 对吧 被人写在书里什么的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其实每个人都有后悔的事嘛 对吧 但我这个性格大家也了解 对吧 就比较冲动 比较活泼 对吧 我后悔的事特别多 我每分钟都在后悔 比如说现在我就后悔 刚才调侃霍远斌了 以后我在音乐圈还怎么混 对不对 但是我忽然又一想 对吧 他在音乐圈混的也不咋地 能拉我怎么样 但是我又一想 对吧 我又后悔了 对不对 你想想 这些小想法不应该说出来 说出来他脸色就很难看 但我又后悔我都后悔 对吧 他本来也不太好看 来 别 别 我错了 我错了 别 别这样 我是战哥变了 别 别 黑幕 那不是黑幕 对 然后说 其实我经常后悔 我就是经常小时候吧 小时候 我就是考一次试啊 真的 考一次试我能后悔三次 真的 最该是后悔什么 后悔头天晚上复习做科目 都说的好 对吧 临阵摸枪不快也光 但是你考数学复习的英语真是没什么用 真的是临阵摸错枪了 很尴尬啊 第二 后悔什么啊 后悔选座位 就比如说你们知道 就是班上啊 那些好同学啊 就是学习好的 他是上课听讲 他也不作弊 他就选第一排 对不对 做第一排 我就知道这个吧 我就做第二排 对不对 正好能抄着他们的卷子 有一天我就做第二排 嘎一坐 坐下我就后悔了 前面那同学我认识 是我有好朋友 范范 就那个清华落榜生啊 对吧 他什么水平我很了解 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会 我跟你讲 对不对 就是他 哎呦 有的人啊 考试不带笔就算了 他考试不带脑子 他就做第一排 我就说 放吧 怎么回事 怎么做第一排 他说 池子 你不知道 好学生都做第一排 我说我知道好学生做第一排 所以我做第二排 我想抄他们卷子 你做第一排干嘛 他说 你不知道 好学生都做第一排 我做第一排可能会考得很好 然后出来他考六分 我考八分 两个人相依为命的一天天 我这个人 有时候 我这个智商有时候都不是后悔 都是后怕 就前两天接了个活 就是去给那个男人庄拍照片 男人庄 对吧 对吧 我一想 男人庄我熟啊 对不对 他这个拍照的风格我很了解 对不对 我光榜就去了 走半袋了 碰见李淡了 李淡说池子 你怎么回事 这光榜都出来了 我说 你不知道 今天咱们拍男人庄 男人庄 你这个衣服不符合规定 李淡说 你这个脑子真是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就拖了 我俩呢 就开开心心地 逛着马上往那走 走一半呢 碰见张老师 张老师说 李淡池子干嘛呢 你们干什么呢 张老师咱们拍男人庄去啊 咱们仨男人庄今天 你们两个都多大了 在大街上就这样 对不对 拍男人庄也不能这样 来 穿上 你说你啊 池子 他天不学好跟李淡 你也不穿衣服出门 你这怎么回事 来来 穿上 穿上李淡 穿上 我跟李淡穿得很整齐 张老师脱光了 就去了 最后只有他火了 你看我俩都不太火 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